申請快篩劑進口 現在好像阿狗阿貓都可以申請 但是品質卻沒有人把關 那院長有沒有覺得 陳時中或者是 吳秀梅 是不是需要負責任 我覺得任何的醫療用品進口 我們的衛福部責無旁貸 一定要把關 如果沒有把關好的話 我們的民眾的健康受到損傷 這個實在是非常非常不負責任的事情 如果說地方政府有私利的空間 我覺得如果中央政府做不好 地方政府也應該要來幫忙 把這個把關的工作做好 那還有就是有關於電費上漲 這個工業大戶現在是要漲15% 那麼對未來的有關於 這個經濟的衝擊 那院長有什麼看法 在民進黨政府能源結構 措置的趨勢之下 我覺得我們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電費這次調整 不會就到此為止 還會繼續繼續的調整 所以我呼籲我們的民進黨政府要趕快去檢視 我們的能源結構配比 尤其是這次調漲 我想大家雖然不樂意看到 也必須接受 我想要請民進黨政府去折承台電公司 既然漲價了 在電力設施的品質上要維持好 如果說漲價了又不時的斷電 你對民眾怎麼交代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我們桃園有很多製造業產業 他們是經不起這個隨便亂停電 他們現在要承受電費上漲 可能讓他們的利潤空間都會受到壓縮 利潤空間受到壓縮 原本金水不高的勞工能夠調漲薪資的幅度 也就受到壓縮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樂見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剛剛說的應該要督促我們的台電公司 趕快把我們供電設施的品質維持好 電費上漲了就不要亂停電 否則我們的民眾怎麼受得了這種 又貴的電又常常停電的電沒有品質的電 這個我們民眾絕對不會接受 陳時中現在都不一定要出席兩點的活動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整應起來 疫情還沒有到達一個平緩的地方 他是在拚選舉嗎 你怎麼看他的防疫 我不去評論任何的官員政治人物 他們在選舉上面的作為 就像前一陣子有朋友問到我 林志堅離開新竹我的看法怎麼樣 我說我不評論 只要他能夠對他的選民有所交代 然後願意來桃園服務這是好事情 同樣的這個邏輯用到陳時中部長身上 只要他覺得他對全國的民眾有交代 他其他時間要去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也不去評論 重點是說 交代的夠不夠 每一個民眾自己心裡有一把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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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為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